連綁一條紅線都需要兩個月老的同意 不管是一男一女 還是兩男兩女 我甚至是排氣管 我只要綁上紅線 他們就會談戀愛 用一條紅線打造超越生死的愛情電影 九把刀指導的月老全台破兩億票房 不只進軍韓國市場 在日本上映支持度也很高 不少日本民眾分享 喜歡劇情鋪陳發展讓人意想不到 超推親朋好友觀賞 而月老電影賣座主題曲同樣人氣高 現在還有不同版本 韋里安唱的主題曲如果可以 不只翻唱成韓文版本 還和AKP48聽TIP的景藤麻油合作 推出日文版 這首歌充滿日系溫柔 粉絲超愛 早在韋里安推出之前就有人先翻唱致敬 月老打進日本市場 而國片紅到日本先前也是九把刀的作品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日本掀起轟動 甚至被翻拍 團隊還特別到台灣取景 還有我的少女時代在日本發行 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浪漫愛情成了台灣的代表作品 TVN新聞 莊奇緣 張啟雲 台北採訪我島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那一週間 聽文 有